Hello,大家好,我是大海 很多人呢都好奇我这份新工作到底是做什么的啊 是不是做销售的 很明确的可以告诉大家啊 确实是的 前两天给大家发的一条小视频当中呢 很多人就说 哎呀大海你是不是上当受骗了呀 然后怎么怎么样啊 其实并没有啊 因为有些产品卖出去确实它的利润很薄 然后如果再找送过公司的话 一件产品呢就要贴进去一百多块钱 这样还不如我们就是自己去送啊 自己店里面的利润呢能够稍微的大一些 其实这样也无所谓了 我觉得也不是说就是天天送啊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 偶尔出去帮个忙还是可以的啊 然后今天呢就来给大家拍摄一下 我所在的这个电器店啊 它的一个工作环境 还有就是我平时所要做的一些工作 以及我们主要做的是哪些产品啊 我们这家店的位置呢 位于西达park啊 我们主要今天的产品呢 就是LG啊 以前做过三星 但是现在呢就不做了啊 我们店的地址呢在这儿啊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过来看一看啊 然后先进去吧 看看我们的office啊 这就是我们的办公室了 但是由于现在就是昨天刚到的货嘛 就比较乱 还有很多东西都没来得及拆 所以看起来呢就比较乱啊 平时不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这里呢就是我们平时所要售卖的一些产品啊 冰箱 冰箱 然后这边呢是洗衣机 烘干机 那边也是冰箱啊 因为冰箱呢 它分为好多种类的啊 像这一排的冰箱呢 主要针对的是那种嵌入式的啊 就是它有一个固定的尺寸 你直接推进去就行了 就是这种冰箱 然后洗衣机 烘干机这些啊 然后洗衣机 烘干机呢 卖的确实是比较快的 你看很多啊 你看很多这些都已经卖掉了 你看 只要贴着红色的标签的 基本上都是卖掉了 然后我们做的洗衣机呢 也分为很多类型啊 比如说是从上面放衣服的 还有从侧面放衣服的 当然这个针对 就是不同人群的需求嘛 也有就是好几种尺寸啊 有大一点的小一点的啊 比如说有些就是老莫啊 或者是什么人 他家里面人比较多 他就会过来买一些 就是稍微大一点尺寸的 因为衣服多嘛 是不是 咱们现在接着往后面走啊 这里呢就是洗烘塔啊 就是洗衣机和烘干机是一体的 也是满足就是不同客户的一个需求吧 因为有的客户家里面呢 他的洗衣房哈 他没有这么宽 但是呢 他很高 所以这个呢 就再好不过了 是不是 然后像这边呢 也基本上都是冰箱 这个算是不错的 然后这个小冰箱呢 也卖的非常好 就是打完架之后呢 只要599块钱 还是很便宜很便宜的啊 这边呢 是洗碗机 也是我们平时在卖的 这洗碗机的状况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它表面呢 基本上划痕呢 是很少的 很少很少的啊 然后这边呢 就是美国这边标准的 这种炉子了啊 上面呢 是灶 下面呢 是那个叫啥来着 烤箱 对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它分为两种啊 一种呢 是气的 一种是垫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状况 是不是非常新啊 像这个炉子呢 就是属于表面 比较脏的 我们要做很多的清洁工作 也不知道 在运输过程当中 经历了什么 哎呀 灰太多了 通过这一个月的上班时间嘛 我来总结一下 一些客户的问题 他们问的最多的 就是说 你们的产品呢 有没有使用过啊 或者是 它为什么价格这么便宜呢 就是因为这些冰箱啊 这些家电哈 在运输过程当中呢 它有一点点小刮痕 然后或者是 就是推的时候碰撞了 然后有一个凹陷进去的 所以LG的公司呢 他们就不可能卖 给美国这边的大型零售店 像Home Depot啊 这些对吧 因为去里面买的客户呢 基本上都是想买一个全新 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所以呢 这些有一点小瑕疵的产品呢 就由我们公司接过来了 然后在这里售卖了啊 还有一些呢 就会问啊 你们公司啊 有没有质保啊 出了问题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的服务呢 真的是很好的 我觉得啊 就是说 如果你出现了任何问题啊 在前面一段时间之内呢 都可以找我们 然后我们呢 也有第三方的这个质保公司 所以如果有问题了 就不要担心啊 然后我每天基本上呢 工作呢 就是说早上到这里之后啊 然后呢 看一下我们店的一个Facebook 因为就是需要做很多广告嘛 如果要有人咨询的话呢 我就给别人回复嘛 是不是 嗯 看看他们的需求 然后 比如说店里面进来客人了呢 就跟他们去聊 然后看他们需要什么东西啊 其实在这里做销售 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本身就很便宜了 来这里买东西的人呢 也就是图一个便宜 对吧 嗯 所以说问题呢 还不是特别多 当然呢 也有碰到一些很难搞定的客户啊 比如说他买回去了 然后呢 他又退回来了 然后有的客户呢 他是不让我们送 他们自己就是 开着卡车来把东西拉回家 然后呢 在运输过程当中呢 他自己把这个东西给撞坏了 他不承认 也碰到这种情况了啊 我估计接下来会遇到越来越多这种客户的 因为做的时间越长 见的人也就越多了嘛 人呢 品性啊 各个方面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 哎 做销售真的要放平心态啊 如果你在奥斯金或者是周边地区的话 有需要我们这种家电电器的话呢 可以私信我啊 然后我给你发一下我们店的地址啊 欢迎进店来聊天啊 上次有一位朋友吧 就是通过 就是我的视频啊 然后来这店里买了一个电器啊 刚好那天我不上班 所以没见到面啊 我是听我老板娘说的 他说他过来就找大海 也谢谢这位朋友的支持啊 行 那这期视频呢 就到这了 你们看一下上面还有好多 就是这种信息要回复呢